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说从这样子一段的文字你要改成找出重点,然后找出重点之后,像例如说这个大专生金融就业专班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对于大专生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 你来做这个学员资格好了,学员资格在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就是学员资格,所以这个学员资格它必须要符合中低收入等经济弱势,经济弱势就是大专,而且要求是应届毕业生,因为我只是最后希望来做一个比较好,学员资格复制贴上,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经济弱势前面全部删掉,而且要应届毕业生,这些,再来就是学业成绩65分以上,再来最近一些超行是无层储,所以这个应该蛮简单的,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它可以做这个, 我是用产品介绍,因为它其实也是项目,也是项目,然后接下来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怎么做这件事,好,点回来我们这一张投影片,继续用这个商业模板,这个商业计划的模板, 然后哪一张投影片,第十张投影片,所以在这个地方请点第十张,因为它已经保留来源格式设定了,已经打勾了,所以请点选第十张,然后接下来这第十张应该释放学员资格,所以开始做复制,然后把这边换掉, 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们的字比较多,所以经济若是,之大专,应届毕业生复制, 然后我是贴在这边,然后来把这个字放大, 这个大学大专,建议因为我们是简报,至少一点的情况之下,所以请改成大专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治愈,治愈,至少要达到65分以上,而且是最近一个学期了, 好,把这个字放大, 再来最后一个是,无尘处记录者, 然后把字放大, 好,那这边因为是学员的资格,所以我觉得应该放一张学生, 而且是要大学生,大学生,所以这个滑鼠右键, 一样变更图案,从线上来源去找,那我们打中文好了,大学生, 好,例如说,假设我们放这一张的插入, 然后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那下面这一张就要删掉了, 其实这个上面的文字也必须要删掉,这是所谓的一个学员资格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那接下来就是,你从文字,然后改到这边,再改到这边, 当然它会有一些,就是说, 图片需要你修改,还有像这里面需要你修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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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